一个是结果,一个是评语,还有一个按钮 那怎么放呢?其实非常简单嘛 你就放一个,比如说字稍微中间的这个media 放一个,然后再放第二个 你会发现哦,不是要很方便的地方 你放哪里就是哪里 不需要管它要怎么去版型的设计 那再加一个button,放上去之后 一二三就放上来,对不对 大家把它放大一点点,三个对不对 再来这个名称,按右键,再去edit ID 那里面的test不要对不对 你就test部分把它clear掉就好了 它就空的 那将来如果你点不到的话,你可以点这里 那这个里面也要空的,按右键 把它edit test,把它clear掉 里面不要有东西,那加一个button 那完成的画面,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这个 第一个,第一个是这个嘛 那第二个,第二个这个 所以刚刚我做的动作呢 完成的就是名称在这里,ID嘛 分别给它这个,是叫做TV BMI好了 那底下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叫做TV Advice 然后再加一个button 那button上面的名称呢 就叫回上一页,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呢,我已经创了一个这个页面之后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叫出来 当我按下计算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可以很轻易的就把我要的词呢 放到,放过来 这个我想哦,就是这一题最困难的点 因为你必须要透过什么 像Activity,要第二个 然后呢,再加Intense 资料要过去的话,要用bundle 所以光这些名称,对各位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不过你用熟了之后,其实就大概就是这一些啦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建一个买的要 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程式 措施部分,我也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有些来不及做的同学可以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们产生第二个页面哦